杜兰特再次因为伤病倒下 欧文主场又无法出战 在对阵胡仁的比赛中 又变成了哈登丹河带队 不过和两支球队上次交锋不同的是 胡仁戴维斯宣告复出 原本的三巨头大战变成了三鹰战旅步 虽然哈登最终拿到了33分12版11柱的大号三双 也没能改变输球的命运 接下来对阵绝经的被靠背比赛还是主场 依旧是哈登一个人的战斗 这里没有瞧不起篮网其他球员的意思 只是三巨头的球队都会有这样的通病 基本上三人的薪资就占据了整个工资帽 余下的球员中顶多有一名千万级别的 剩下的只能是中产底薪或者星秀 不过就算杜兰特和欧文缺席 只要哈里斯能出战 至少篮网的进攻空间会非常广阔 哈登还是能带领球队掀起一些波澜 现实却是哈里斯脚踝 手术后伤病出现反复归期未定 原本希望哈里斯帮助三巨头分担压力 现在看来完全指望不上了 去年季后赛的惨淡表现还历历在目 常规赛伤病 季后赛拉胯 不知道哈里斯还有什么用处 哈里斯作为一名白人射手 在高强度的季后赛表现必定会下滑 去年就算不是欧文和哈登的相继受伤 随着比赛的深入 球员的体能都将逼近极限 哈里斯也无法打得像常规赛那么出色 篮网的目标持争冠 就应该趁早处理掉哈里斯的合同 相信看过当年巅峰火勇大战的球迷都知道 如果去年季后赛的哈里斯换成戈登 那结果将会完全不同 戈登虽然常规赛偶尔因伤缺阵 但是到了季后赛绝对值得信赖 这种打印仗的特质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 哈里斯健康状态下季后赛都不行 就算脚踝好了也很难抱以期待 篮网的夺冠之路再次蒙上阴影 其实这已经不是篮网第一次谨慎对待交易了 去年丁薇迪赛季报销 休赛期还能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 篮网根本没有空间去续约他 而当时火箭正在给想要争冠的塔克寻找下家 据爆料就有意用塔克换丁薇迪 可能是塔克当时在火箭的惨赞表现 让篮网认为塔克已经巅峰不在 最终篮网没有舍得出丁薇迪 而熊路为了得到塔克 宁愿付出一个手轮签就是豪赌他的防守价值和季后赛经验 事实证明熊路赌对了 塔克圆满完成了消耗杜兰特的任务 成为夺冠的绝对功臣之一 这一个冠军所带来的商业价值 可远比一个手轮签更加值钱 当初在火箭对抗宇宙勇的主力球员 保罗卡佩拉都是球队的非卖品 塔克在热火继续发挥余热 只有还在火箭的戈登有交易的可能性 不过随着哈里斯的伤病 相信已经没有球队愿意接手他了 篮网又没有火箭需要的选秀权更是无望 而如果其他球队得到戈登 将会进一步增加夺冠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 篮网在自己没有完成补强的情况下 对手还越来越强大 如果本赛季未能夺冠 哈登再离开 那就真的毁于一旦了